来自洛杉矶地区的民主党州务卿亚历克斯·帕迪拉 将成为加州第一位拉丁裔级联邦参议员 他于22日获得加州州长纽森任命 填补当选副总统贺锦丽离开联邦参议院留下的空缺 这也改变了长久以来 两位代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都出自北加州的局面 在此之前 加州两位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和贺锦丽都在北加州 贺锦丽的前任巴巴拉·鲍克赛也在北加州 现年47岁的帕迪拉 是洛杉矶圣费尔南多山谷的墨西哥移民之子 在工人阶级的社区长大 父亲是为短期厨师 母亲是清洁工 帕迪拉从当地公立学校升入麻省理工学院 毕业后加入南加州修斯飞机公司 曾开发过用于卫星的软件 1990年代 加州出现一股反移民浪潮 推动英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言 并禁止非法移民活动政府援助与服务 帕迪拉积极投身对抗这一反移民浪潮 在26岁时 被选为洛杉矶市最年轻的市议员 2001年 911恐怖分子攻击美国本土时 他刚好担任洛杉矶市代理市长 他当时的果断处事能力 给洛杉矶政坛留下了深刻印象 帕迪拉还在洛杉矶市议会期间 促成了市中心娱乐中心 LVLive的谈判与批准 也推动了洛杉矶国际机场的现代化 他的父母则是在他当选市议员之后 才加入了美国国籍 2006年 帕迪拉当选为加州参议员 为解决肥胖与糖尿病 日益严重的问题 推动加州成为全美第一个 要求连锁餐厅 在菜单标明卡路里信息的州 2015年 他当选为加州州务卿至今 在此期间 他成为第一位与特朗普总统 就选票问题进行缠斗的州级官员 原因是特朗普总统2016年当选总统之后 提出的没有根据的指控 只输百万张加州选票非法 帕迪拉2017年以隐私问题为由 拒绝了特朗普选民欺诈委员会 要求获得该州详细选民资讯的请求 作为州务卿 他最显著的成就 包括他推动制定了州选民选择法案 允许各县将邻里投票站 换成社区投票中心 另一项备受瞩目的成绩 是在加州汽车管理局办公室设立选民 自动登记程序 帕迪拉在一份声明中说 州长纽森的信任令我感到荣幸和谦卑 他表示将为那些在入不敷出当中挣扎的人们 和那些争取对急救的医务工作者敞开大门 而奋斗的小企业 在联邦参议院争取权益 对贺锦丽在联邦参议院 控出席位继承人的选择 让州长纽森面对各方压力 加州拉丁裔人口约占40% 贺锦丽曾表示 加州是该产生一名拉丁裔联邦参议员的时候了 对帕迪拉的任命 不需要加州立法机构确认 他与联邦参议院的席位 将到2022年的改选 他将有两年的时间 为高达几百万经费的竞选连任做准备 目前为止 两名可能的潜在对手中 布班克的联邦众议员亚当·西夫 已经为此筹募了1370万的资金 而另一名尔湾的联邦众议员 也已经筹集了1020万元的经费 天下卫视洛杉矶编辑报道 防则林区安宿议员